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尽是卑鄙无耻的小人 你们没有种下来探敌人底细 倒有胆量追杀我 我们也不想这么做的 不过掌门师叔要我们取你性命 高姑娘 可别怪我们拉手无情 你们尽管来 我是不会束手就擒的 高姑娘 这地道里到处被一解封阁 你还是别多费力气了 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少跟着娘们啰嗦 这地方邪门得很 我可不想在这里待太久 咱们赶快动手吧 哼 来吧 我和你们拼了就是 且慢 咦 姑娘 你是 天玄门的高皇军 高姑娘吗 是的 请问阁下是 我是天摇派风铃声 五年前 望剑锋 我们曾有过一面之缘 没想到今日就会在此相会 发生了什么 此事说来话成 他们要 高姑娘 你还好吧 你受了伤 两派高徒竟然联手欺负一个受了伤的姑娘 我夏侯仪在此 可容不得这种事情 既然如此 咱们就宰了你之后 再取他性命 嘿嘿 兄弟们 上 魂剑相遇 来吧 魂剑相遇 来吧 魂剑相遇 魂剑相遇 来吧 魂剑相遇 事不宜迟 射 魂箭相遇 事不宜迟 事不宜迟 就是这个 魂箭相遇 来吧 神魔供此破 不宜迟 事不宜迟 事不宜迟 来吧 囤剑相遇 来吧 神魔共死破 依依在这儿呢 神魔共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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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箭相遇 来吧 事不宜迟 天窑外向 神魔供死破 公子 承蒙救命之恩 请受小女子一拜 高姑娘 不必客气 我这里有金疮药 若姑娘不嫌弃的话 以金疮药敷于伤口 不输数月便会恢复 高姑娘 刚才是怎么一回事 方才我在古城门口 听到周崇诸浩两人商议 若你们真能打倒盘居在底下的妖魔 便要趁你们精疲力尽之际 率众发动突袭 一举杀了你们 在高昌城门 我觉得你们是良善之人 便下来向你们示警 没想到周崇他们就派人下来追杀我 多谢高姑娘前来示警 不过这地下通道里 时有妖魔出没 姑娘 你伤势未愈 还是不要孤身来这里的好 不 妖魔便再猙獰恐怖 未必就丑过险恶人心 我待在这里 还比 还比待在上头安心得多 怡弟 我们还是赶快除掉 盘踞此地的妖魔元凶 让高姑娘可以安然离开此地才是 好 高姑娘你且在这里躲着 待我们除掉妖魔 你也便能回去了 快躲到我的身后 快躲到我的身后 下侯大哥 这些妖魔又出现了 莫荒 前面就是皇甫堡主说的 妖手折伏之地了 我们抓紧解决了他们 过去看看 神魔供刺破 月线寒霜 神魔供刺破 由神魔供刺破 时不夷迟 天 ever will 天有外向 魂剑相遇 魂剑相遇 还有呢 魂剑相遇 还有呢 魂在这儿呢 魂剑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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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箭相遇 神魔供刺破 神魔供刺破 事不宜迟 天有外相 剑不切回去 魂箭相遇 神魔供刺破 来吧 事不宜迟 总有一天 家乡的石灾 能被消除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